總部設在達拉斯的美騰能源集團行政總裁 簡內凡曾對在中國做生意充滿熱情 直至他受到沉重打擊後才意識到 投資在中共控制或能控制的公司 是一個很差的想法 簡內凡的律師說 他的公司曾在1990年代 幫助過中國貧困的西部省份實現了電氣化 曾積極支持中國 爭取獲得美國的最優惠國待遇的貿易地位 還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簡內凡曾與中共國有企業、中石油公司合作 解決新疆和甘肅省的天然氣和發電 他還幫助開發中國風能 他與中共國有企業、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的合資企業 中航衛騰風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成為世界第二大的風力渦輪基業片製造商 不過簡內凡最終還是與中航工業陷入法律糾紛 《華爾街日報》1月14日報導 在法律文件中 簡內凡說他的合作夥伴 中航工業違反了合同 說走了他的生意 並在被發現時試圖逃避法律後果 簡內凡在接受訪問時說 投資共產黨控制或能控制的公司 是一個非常差的想法 報導說簡內凡知道 他在冒險和一個缺乏法治的國家做生意 在這個例子當中 簡內凡和中航工業的合作 已樂觀態度開始 但是中航工業不僅拒絕履行承諾 反而去做它曾經承諾不會做的事 最終 美騰能源和高峰能源 以及其他投資者 在2014年6月提出仲裁請求 即使國際爭端解決中心 裁定中航工業 需要支付7,000萬美元的違約金 但是《華爾街日報》的追蹤顯示 中航工業的美國子公司 在接下來的幾年內 並沒有支付該筆違約金 而且開始出售資產 並且將資金轉移到美國法律體系 無法觸及到的範圍 報導說簡內凡的故事 說明了共產黨和他的國有企業 是如何利用複雜的公司實體網絡 來逃避他們在西方違法行為的責任 並且將資產轉移到美國法律 可以觸及的範圍之外 請進入參加 了解 請進入參加 了解 它們的公司 絕對 有限的公司 提供